大家好,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华语消息 出大事了 这次真的是 触不及防啊 崩溃来得 由此突然 就在今天下午 中国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自己发行的 国债 竟然是崩盘了 竟然是暴跌了 一个企业 房地产开发了 的债券爆雷 地方政府的爆雷 这我们见得多了 没想到 中央政府 作为一个独裁政权 国债 竟然也爆雷了 怎么回事 而且这个交易数据 我一看不得了了 究竟谁在卖 想想的后几倍发凉 是吧 而且今天刚好 这个股市 也是圈圈跳水 你想就是在这个一片乐观向上的这个氛围当中 还有这个我们发现这两天啊 这个舆论充满什么 充满这个心理按摩 你发现墙内的这个韭菜门正在被特工的啊 这个墙内的简体中文的这个这种啊 这个耶伦很喜欢吃那乐菜呀 啊 又来了点了什么菜啦啊 又是我们跟中国很友好啊啊 这种心理按摩的这个作用同时竟然是崩盘了 你说这像极了什么呀 这像极了一个杀猪盘了 是吧 啊 我们见过的所有的杀猪盘都是这样的啊 关在里面的人哎呦 天天乐观向上啊 谁知道领导都跑光了啊 是吧 这个形式相当不对劲啊啊 是标准的崩盘的前奏啊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是那个俄罗斯啊 俄罗斯这个事情 我我感觉又又在酝酿非常大的一个雷 甭管最后谁打赢谁打输 这这都不是关键什么 韭菜根要被跑了呀 中国老百姓这个经济要完蛋了呀 是吧 啊 这才是关键 我们是个挣了八斤的财经频道是吧 然后与此同时 有这两天很多人在说那个中国经济通杀论 哎 我觉得太棒了啊 所以这个把这些现象把这个结合起来啊 我们就看到中国老百姓的宿命啊 就是前方有一个大悬崖 哎 那这个中国人的财富啊 改革开放起司令即将啊 被一场巨大的风暴和惊涛害浪 全部冲啊 全部冲干净啊 那我们详细来看看这个情况啊 首先是这个国债 哎呦 怎么回事啊 啊 今天4月8号啊 4月8号北京时间啊 下午13点42分啊 这个国债啊 这个国债啊 编码啊 编码019662啊 恶意国债一市这个产品啊 这个产品啊 突然间啊 有这个神秘资金啊 神秘资金 甩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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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暴跌10% 哎 一个国家啊 而且还是标准的独裁政府的中央政府发行的这个国债啊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恶妖国债一市是个什么产品呢 是个30年期的国债 地方政府哪里发得了30年的嘛 30年的国债就是标准的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啊 国债 然后呢 上市日期是21年嘛 所以是21啊 21啊 然后10月20号发行 到期日是2051年 哇塞 2051年 到时候还用的是人民币啊 是不是人民币都不好说 是不是啊 到时候人民币还在不在 是不是啊 这个这个这个还两说 是吧 到时候说不定是席币呢 或者是包币呢 是不是啊 然后发行规模 260个亿啊 票面利率很高哦 3.53啊 然后下一个复夕日是4月18号 还有10天 还有10天就要复息了 难道说中国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利息也不给了吗 这不可能啊 是不是啊 当前的余额有1380亿 就这个品种 当然说中国政府发行了很多很多的国债 这个国债突然暴跌 突然暴跌 直接从100块跌到什么 90块啊 这啥意思 直接暴跌10% 哎 这大家不要以为10% 这对于一个中央发行的国债来讲 因为它的面值就是100块 到时候到期赎回 每年付利息嘛 然后到期赎回是按照100块一张赎回嘛 啊 我们之前有说过万科的债券 万科的债券是 那个已经是60多块 长期在60多块 一直都没有起色 我说如果大家觉得这房地产真还有旧 如果大家觉得万科还有旧 我都不说房地产 只要万科不倒闭 万科的债券那可以去买 啊 但是有一个问题 万科自己为什么不买呢 啊 他是可以回购的 到时候他要以100块一张赎回这60多块的债券 这么好的一个套利机会 万科可以自己回购 但是万科自己竟然不回购这60多块的债券 啊 然后也没有人买啊 所以这啥意思啊 那那就很明显啊 所以在赤裸裸的这个现实面前 其实这些都特别简单 过去这过去这几年 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搞心理按摩 包括恒大汽车 这不一开始我们都知道恒大汽车不行吗 只要稍微有点正常的智商 哪个人觉得恒大汽车能行啊 但是就公开的中国政府的官媒啊 恒大正在解决啊 什么沙特王子要入股恒大汽车了 是不是啊 啊 现在堂堂这么大个香港金融中心玩的也是恒大那一套 大家就知道真是不行了啊 反正现在这个国债啊 今天既然竟然是崩盘90块是相当危险 因为这不是什么那种山寨啊 其实地方政府也不应该 地方政府都不应该爆雷 实话实说 反正中国现在地方政府都早都爆雷了 都不出奇了 很多的地方人民政府早都是失信被执行人 这都已经不新鲜 但是中央政府90块钱 这是极其可怕 极其可怕 而且啊 我还要是再说啊 成交量才多少 33手 总共金额多少 几万块钱 才几万块人民币 已经砸了10%的跌幅 这什么意思 也就是中国的国债是完全没有流动性 我们发现中国的国债跟美债完全相反 美债你看中国已经从不知道多少了 一万多亿还是一两万亿几万亿 减到现在中国国债只剩下好像是四千多亿了 好像还是几千亿嘛 反正净值就很少了 基本上中国把它全部减完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说我们卖美国国债啊 美国国债的流动性非常好 他已经卖了几千亿上万亿美元的这个美债 你看这美债 中国的国债今天 这个神秘资金 它是相当小 我估计是个散户 这个散户不知道怎么想的 估计想套现 结果发现中国的国债几万块就砸了个百分之十的跌幅 所以中国的国债实质上是什么 跟人民币一样 是不能交易 主要交易是什么 没有对手盘的一个东西 这极其可怕 极其可怕 我因为这个为什么现在市面上能够发行三十年的债券 没人真想拿三十年 都是什么 都是包括这十年期的国债 我不说三十年 它是买卖可以交易套现 但中国的国债现在是没有对手盘的 我们也不太清楚 因为这个是黑洞 究竟中国的国债是谁买 也有可能中国的国债早都是什么 早都是中国央行自己在买 大家不要想中国央行不能买一手 只能买二手 二级市场 他随便找一个甲乙饼丁 在一级市场买了 然后他再在二级市场 再把这牙饼丁的接下来 因为中国的中央政府是个独裁政府 所以中国中央政府如果他能够在二级市场 接国买国债的话 其实跟一级市场是没有区别的 大家发现没有 我之前不是有人说中国央行要买国债 然后要大放水 然后就有人说他要在二级市场买 不能在一级市场买 其实以中国的体制来讲 一级二级没区别 我成立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假民营企业 我甚至都不用国有企业 然后我掉过头 我再在二级市场把这个接下来就倒一手 那我不就相当于央行买了这个国债了吗 我就不就相当于大放水了 所以说这 我相信华尔街是早都知道了 所以中国早都不知道天量放水放到什么去了 然后中国的国债现在面临信用破产 可能要信用破产 那另外一头当然信用为什么会破产 就是经济崩溃 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崩溃了 今天A股三大指数 全线跳水 全线跳水里面深层子 还有创业板 已经破位 已经破了什么这个反弹 已经破了这个叫二十日线 那一般如果要继续反弹 就不会跌破二十日线 那证明什么 反弹结束了 反弹失败 然后这个上证这个三千点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参考意义 没有用 但是他这样搞 反正现在IPO是停的 中国的经济影响非常大 然后这到时候再跌破三千点 那是极其可怕 极其可怕 反正现在在反复守着三千点 但是个股全部倒下 个股全部倒下 今天涨的是电力板块 这刚好就跟我们等一下要说的中国经济通杀论有关系 其余的装修工程 从光伏光伏因为耶伦来了 其实耶伦是要打压中国的光伏的 然后什么小鹏汽车中芯国际搞半导体的全部暴跌 然后已旧换新概念也是全线暴跌 所以就说了现在已旧换新这一块基本上是彻底完蛋 彻底完蛋 所以超过四千五百只个股下跌 耶伦来了之后 官方表面上的媒体在吹暖风 但是整个市场在崩溃 这就是什么 这肯定是哪个谁在卖 是谁在卖 就还是问这个问题 然后今天被建设银行申请破产的这个世贸集团 大跌18.68% 市值就剩下14亿港元 这这么大庞然大物的一个集团 现在整个股票市值14个亿 而他欠的债 现在截至2023年末 都是上市公司公公告的财务数据 他欠2640个亿 他还欠表面账 就已经2600多个亿 他股票都剩下十几个亿 我不知道这玩意怎么玩 现在是中国官方银行直接申请了破产 就看上去就中央政府已经放弃对房地产的任何防守 或者说他就觉得搞不定 他也在连中国中央银行也直接就下场 直接我也抢了 反正这些建 因为他借了 为什么是建设银行申请了破产 因为他借了建设银行的钱 建设银行也要能收多少 收多少 也就是连中国的中央政府也非常明白 这些房地产开发商没得救 没得救 如果万科真有的救 我不说万科自己回扣了60多块的债券 中国中央政府为什么不下场买 如果任何一级 包括上海政府 深圳政府 中央政府要谁都谁都好 或者说这么多的国企 为什么没人出来买万科的债券 现在60多块钱 65块钱 到时候是100块钱对付我这么好的生意 为什么没人做 那就明显是崩溃 然后白酒 今天说一下白酒也是全线崩盘 估计中国的消费市场是全崩了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中央电视台 耶伦重申不寻求跟中国脱钩 中国跟美国两个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脱钩 带来灾难性后果 这些都是特攻墙类的信息 但是另外一头中国外交部也出来批评耶伦 因为耶伦其实就警告中国不要援助俄罗斯 但是外交部毛林出来很批耶伦 你说这乱套 整个系统都是乱套的 你说毛林这玩意儿 他不知道吗 外交部不知道吗 现在耶伦我们正在吹暖风 外交部又跑出来批耶伦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 所以当然因为中国在接待这个俄罗斯外长 俄罗斯外长已经到达中国 这个举行会谈 举行会谈 举行会谈 要这个拉夫罗夫 然后习近平好像没见耶伦 习近平不见耶伦 然后习近平可能要见拉夫罗夫 这还有点意思 这究竟想怎么样 究竟还想不想搞经济 我就觉得就乱套 我周末直播 讨论着讨论着 不知道被谁攻击了一下 把我直接把我整个直播的给关掉 这边又是耶伦 又是中美关系很重要 这边又是搞拉夫罗夫 你不要当着耶伦的面来 这咋整 这什么意思 这边耶伦当着全中国的面说你们不要援助俄罗斯 虽然中国的媒体没报道 但是中国外交部报道 然后另外一头 他就接待拉夫罗夫 那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最近法国是很强硬 我们看出来 法国的马克龙反复说我们要出兵了 欧洲一出兵那还得了 法国如果出兵 其他是不可能拖得了干净 欧盟 欧盟一进去 美国还想跑 这是不可能 一进去都得进去 且不说其实这个压力没那么大 所以这一整 中国这边那肯定是全面全方位的制裁 耶伦本来过来 其实他是说一个是倾销问题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说了中国援助俄罗斯这个问题 说了两个问题 虽然中国的官方媒体是没有报道的 其实耶伦一个是安抚中国的 你中国不要乱来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警告中国 你实在不听话的 我们就干你 就这么简单 其实这次耶伦过来什么 最后通牒 对中国发出最后的通牒 就一个你那些什么什么玩意 比亚迪 别想卖卖到全世界来 全世界都不用活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国 我里面一点消费力都没有 为为我们知道啊 我们知道为什么一点消费力都没有 因为中国人已经被陷在这种通杀的体体制 彻底都榨干了 我们就说说通杀 这两天很多人在说啊 新发明一个词语叫做通杀啊 就是通缩加通胀等于通缩通杀啊 什么意思呢 啊 呃 这个通缩就是物价下降嘛 啊 钱呢更好用啊 说在比以香烟为例 现在十块钱的香烟啊 这个降价到七块钱啊 这个或者说这个这个香烟从七块钱涨 涨到十三块 这就通胀了 是不是啊 然后广州超市的水果啊 现在现在啊啊 这个涨价了啊 这就涨价 在涨价 反正他他就说啊 水电煤啊 汽油这些价格是一路上涨 我们见包括广州最近也也在涨价 广州的水价涨幅相当巨大 广州已经公布了啊 最新的涨价方案 水价从广州全市啊 水价从两块五 两块五是一立方米 一立方米 涨到三块四 三块四啊 那涨幅那就百分之三十以上 百分之三十以上 百分之三四十四五十 这涨幅相当巨大 尤其是什么产业用水 居民用水 大家觉得用不了多少 但是涨幅还是巨大 因为两块五到三块四 四十吧 四五十啊 是不是啊 那那那这个涨幅相当近人 那有一些比如是洗车的 那或者说这个洗车店 这种用水特别厉害 或者说那这个这个成本上升非常厉害啊 是不是啊 水电煤汽油价格一路上涨 这是什么 这是通缩吗 这根本不是通缩 这是哎 这这但是怎么我们就说通缩呢 啊 因为这些什么 官方控制的 现在中国就官方控制的 中国政府控制的全在涨价 但是呢 老百姓做的行业 哎 你比如房价或者说砸老百姓手里的 比如房子 房子现在都砸老百姓手里 过去这么多年忽悠老百姓买房 都砸老百姓手里了 砸老百姓手里就可以开始 开始地了 对吧 然后汽车家电服装做一般生意的全在下架 这什么意思 这个通缩吗 所以现在形成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对所有人的一个通缩 就是社保啊官方收费的全部全部掏空 把中国老百姓的钱包掏空 那老百姓拿六千 因为中国官方吃的这一块 他吃饱了 老百姓就全吃没了 你个个月都在涨了社保 涨了水费 涨了煤气费 那我收入就这么多 所以他其他的消费必然是压缩 其他的消费压缩 他的经济就衰退 经济越衰退 经济就更差了 对吧 现在就就更加没需求了 没需求就要往外倾销了 这是一倾销外国就制裁了 这啥节奏啊 这不就典型的恶性循环呢 就中国政府没钱了 没钱之后就压榨老百姓 老百姓没钱了就通缩 通缩了就 经济衰退 今天他内卷内卷就就清销 所以现在这个架势啊 那就根本都停不下来 这一轮危机 跟这那就真的是彻底爆发 今年啊 今年啊 今年 四月份是高位啊 我还是维持这个判断 之后 未来十年 大家将会非常怀念今天的生活 那先说那么多啊 觉得不错 打开小铃铛 谢谢大家